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星座屋 摩羯座的人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他们的要求比常人要高 因此也会遇到常人遇不到的困难 但有些星座的出现 往往很望摩羯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三个星座 最望摩羯 因白羊座 白羊座的人拥有无限的创意 自带光芒的他们也会给予他人很多灵感 这种乍现的创新的想法 往往是摩羯座的人缺乏的东西 摩羯座的人大多比较严肃而震惊 做事大部分喜欢遵守计划 比如事先会练好计划 然后严格按照其实施 这会让摩羯的行动更加周全和完善 但也失去了一些灵活性 摩羯座的掌控欲很强 因而很喜欢将一切掌控在手中 不喜欢意外的他们 很少会使用计划以外的计谋 即使想到也很少去实施 比起直觉更相信思考之后的想法 但这也会让摩羯陷入某些固化思维 难以突破 白羊的出现 或许会有些幼稚的想法 又或者在某些时候 会觉得其想法异想天开 但遵循直觉的白羊 往往会带来一些新的局面与可能 对于摩羯座来说 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在摩羯失去灵感的时候 会带来一些新的方向 天蝎座 天蝎座的出现 和摩羯座算是强强联合 天蝎算是心思比较深沉的人 也拥有敏锐的观察力 他们很容易体察人心 因而可以帮摩羯规避某些风险 而且天蝎座的人非常理智与稳重 在摩羯迷茫的时候 也会给予自己的建议 天蝎比较无实 因而给出的建议也多半比较有用 在某种程度上讲 天蝎座和摩羯算是致谋的双重叠加 虽然它们很相似 但两个人的视角往往比一个人看得更为宽广 一二天蝎座和摩羯在一起 会有效地帮摩羯察去补漏 对于摩羯座的人来说 天蝎的出现往往是一种底气 摩羯日常偏向于独立 不是因为它们不想要依靠他人 而是因为摩羯座的人 找不到跟得上自己思维的人 天蝎可以跟得上自己的思维模式 因此天蝎会让摩羯觉得更有安全感 摩羯会觉得即使自己不在 也会有天蝎帮自己托底 三 双子座 望摩羯座的人 不一定是给它们带来有心的支持 比如权势财运等等 但有些人的出现会在心里伤望摩羯 那就是双子座的人 它们会让摩羯变得更加放松 摩羯座的人总是紧绷着神经 很难享受生活的美妙 它们总是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因此会有一种自卑感 这种不自信会驱使它们更加努力 但也忘记了享受生活 双子座的出现 会让摩羯觉得生活充满希望 摩羯会感受到更多的活力 不再那么悲观 很多时候摩羯座的成长离不开奋斗 但过分注重这些反而容易失衡 双子的出现会让摩羯变得更加豁大 它们更允许意外的发生 这种平衡会带来更加的平和心绪 让摩羯座的人更加理智与客观 因此双子座也算是对摩羯较为友善的星座 可以让其更旺 但这也要在其星座相位良好的情况下 双子和摩羯会彼此产生好的影响 这三个星座对摩羯座的望 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心理上的底气 不管是让摩羯变得放松 还是让其计划更加周全 这些都是无形的影响 只是摩羯善于运用其微自己谋取利益而已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行的星座屋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十二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